近日,洛杉磯警察局被爆出與以色列頗受爭議的公司Corpware Technologies合作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訪問居民個人和社交媒體帳號數據,並用AI技術和機器學習技術對數據進行分析。 Corpware Technologies成立於以色列,目前已被美國公司Spire Capital收購,在監控技術方面頗受爭議。 洛杉磯警察局於2022年以防犯恐怖主義為由與該公司進行合作,花費金額近20萬元。 據悉,洛杉磯警察局並非唯一一家與Corpweb Technologies進行合作的政府機構。 國稅局也向其接付了數十萬元,用於在網上進行數據調查。 目前洛杉磯警察局尚未對此進行回應。 天空華視記者編輯報導。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 請問いただ Shield. 感谢观看